A.D.H.D.的小朋友 通常他們的自小能力、自我控制 或者他們的時間觀念都比較差 所以在考試期間 他們很多時候會很拖拉 趕不及,臨急抱佛腳 家長就很看不順眼 通常他們的磨砌會比較多 所以這段時間其實 他們的關係會比較惡劣 可能會拉腳 很多這些情況出現 首先,很難像剛才所說 臨急抱佛腳 但如果真的到考試那段時間 都未完成 我們都會建議家長 跟他們制定一些時間表 溫習的時候 哪天做些甚麼 甚至是很確切哪個小時做些甚麼 去處理 或者小朋友欠缺一些動力 我們都可以有些想佛的計劃 例如有些很簡單 例如貼紙做得好 我們會給他手指公 類似的東西 作息定時也很重要 如果確診了ADHD 醫生建議要吃藥 當然吃藥也很重要 這方面 非常重要的是吃藥 因為始終如果我們醫生確診了 他要吃藥的程度比較嚴重 所以吃藥尤其是要吃得穩定 根據我們醫生的指示去吃 他可以有效控制到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和衝動的症狀 都很幫助他們讀書或整個人的發展 首先我們的藥分為很多種 有長、中、短、中、短 都是視乎他們的病情 他們的需要和副作用 例如小學生 通常我們未必會用得很長 因為他們未必會用得很適合 中學生通常會用較長的配方 因為比較方便 因為他們已經是大頭蝦 經常都忘記了吃藥 也很大事 所以他們都會選擇長效的配方 或者因為副作用的關係 我們都會選擇是長、中、短、短 其實臨床建議都是吃藥 加上行為治療是最有效的 所以穩定吃藥是很重要的 首先我覺得學習不是求分數 這件事是真的 最重要是他們由那個興趣 有一個動機去學習 其實盡了能力是最重要的 如果未盡力 可以看看如何令他們的動機 提升、興趣提升 首先家長不要立刻罵他 說你做得不好 令他們更加害怕 或者已經不開心 或者更加不開心 應該是共同去面對 看看究竟出了甚麼問題 為甚麼成績不好 或者根本他們的能力真的不行 我們便發掘其他的長處 例如他們音樂聰明、運動聰明 這方面都可以有很好的成就 所以就不要只專注在分數上 如果學習是否會確實可以 我認識 以及 有 螞 So función